这个事情 他让你回去 你也不要回去 不给我们谈个公道 说清楚 回什么去 回去了 到时候他又 跟你对手 我怕到时候他对你 这几天 这几天你帮米拉出来 我带你去逛街 买衣服吃穿玩乐 好 对 咱们去购物 以前就是他太节约了 对 他给别人节省了 对 那粉丝家人们都说 让你不要回去 你不要太小太多 知道吧 他们都让你不要回去 家人们打包最能量来 支持我和我妈呢 打包最能量 知道吧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妈 所以我必须要为他出口气 知道吧 而且这个事情处理不好 到时候我们 我们作为孩子的下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知道吧 家人们 所以必须要处理好这件事情 处理好了 对吧 下来我们的日子才好过 其实我的事业方面 他们做了这种手脚 我手脚 我觉得都位提不当 对吧 我觉得事业 我可以 都上再起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家体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知道吧 事业 他说 他说让我 热他 这个 这个 后什么妈 对吧 然后就把事业还给我 然后而且还要 还要支持我 做一些更大的事业 我不需要 家人们 我不需要 这米都是可以慢慢挣的 知道吧 可以慢慢努力的 但是这个 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知道吧 对我来说 对你把这个谁的电话给 评订掉 不接 打包这轮量来讲 支持 支持的 咱们打包这轮量 然后这两天 我就不让我们回去 我先让他们自己来找我们 好吧 我每天直播 说这个事情 对吧 然后呢 对方那个 我也会说 然后让他们 自己来找我 因为这些事情 家人们 我们是有你的 知道吧 我们是有你的 所以我不 我不希望 追着他们 处理这个事情 我希望他们 他们说 让我去 求他们 我希望是他们来求我 知道吧 本来就是要我们在里 我们去求他干啥 今天我爸 打了这个 你们听得出来 他换你 换你的一心 对吧 如果真正的 没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话会这样子吗 家人们 你们也知道他的脾气 他说话会这样子 这样子跟我们说话吗 如果真正的 没有这个回事 他直接就 就 就一句话就 怎么样了 知道吧 他避免这个话题 知道吧 他说不要让我们服事乱想 怎么样 拿到这几天联系不上他都是对的吗 对不对 所以 我通过我这几年的 经历 我觉得这事情 不是那么的简单 知道吧 他说话我就听得出来了 我爸是什么样的性格 从小到大 我都了解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他让我们回去 不能让我们回去 让我们回去 就事情就 就以后会更加的严重 知道吧 不把这个事情 现在既然他们要 他们要 要必须要说 对吧 跟我们这么搞 那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事情给 给搞清楚 对不对 家伙们 不然的话以后 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大 知道吧 以后就不可能 就是说 联系到我妈 骚扰一下我妈 不是这么简单了 知道吧 就事情就 就肯定会 就就 他们就 就 跟跟跟 各家的 有那个了 知道吧 所以必须把它 压下去 知道吧 现在我们是有你的 所以不用 知道吧 必须安排就完了 直接安排就完了 知道吧 我现在是 等着家企 那边回话我 那边 那边什么情况 然后呢 那边 不宜想到家企的情况下 对吧 我 我自己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不会为难我妈呢 对吧 我需要下次去的时候 呃 我 我就不带着我妈去了 我个人去 或者怎么的 去解决问题 因为我不想 给我妈带来一些麻烦 知道吧 对 最近呢 我也不搞什么事业了 知道吧 什么事业 对我来说的无所谓 我还年轻 今年不行 明年行 对吧 对 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事业都重要 我先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 再安安兮兮的去做事业 知道吧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 来打个对 如果我只去 买我的事业 然后 不顾着这个事情 不追求这个事情 搞清楚 接下来事情会更复杂 更那种 到时候越来越那种 知道吧 他们越来越 越来越逗事 是的 这要不要担心 来给二哥打一点 正能量 家们 公平多偏一点 正能量 咱们没有 给这个账号点 点个加号的 咱们点个加号 因为 这个账号呢 是我 我自己的 也是 大家基本上 也都是点了加号的 谢谢 谢谢 收了小 谢谢 谢谢 对 放心 我有空 我就跟着 二哥去 如果没空 我就帮他管理 这边工作的事 工作的事 大家不用担心 有我呢 他把室演家里面的事情 搞好就行 因为这个事情 刚刚我一种也说了 对不对 以后怕更严重 所以说 咱们还是要先 把它搞清楚 我哥那边 家里面 我哥那边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他在 他到外面去了 我不知道他联系了 他的朋友 说什么 搞什么事业去 我也不清楚 然后呢 就是说 他这边 我哥那边 他也罢不了我什么 然后呢 我这边实习 我现在也顾不了 他那边的期望 就是他作为男人 希望呢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然后事业方面 就是慢慢来嘛 对吧 不能着急 慢慢来 他在攻击上 上罢也好 哪怕在巴抓也好 我觉得作为男人 很正常 去体验一些 体验一些人生的 人生的苦苦 卡卡卡卡 很正常 知道吧 人 我们的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不能太舒服了 太潇洒了 知道吧 有些时候 要去体会一下 自己个人的人生 对吧 如不如意 然后呢 怎么样 包括我自己 对吧 我自己 我觉得路线 路线 不是那么适合 自己走了的时候 我 我 我 该去巴抓 我一定要的去 去去巴抓 知道吧 这就是 这就是 锻炼自己 知道吧 家门 锻炼自己 我们要把事情 下开一点 对吧 锻炼自己 把自己锻炼起来了 之后呢 就是后期 你走什么路 你都会有一种底气 知道吧 其实我一路走来 我 我 我也体验过 一些卡卡坑坑 知道吧 然后就像现在我哥 他在外面那边 我也希望 就是 有些 有些 你们也看过 看过电视 对吧 也 也知道一些事情 对吧 比如说有些 他为了锻炼 他自己的孩子 他把孩子 丢在炉村里面 好找 有些人 对吧 你们看过那种电视吗 看过没有 就是 就是故意锻炼自己的孩子 然后把自己孩子 在炉村里面 生存 知道吧 就你每天吃不饱 喝不 喝不好的 这种 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嘛 你经历了之后 你 你会发现 对吧 有些东西 怎么样 对吧 我也希望 就是我哥这一次 他经过他的想法 然后想锻炼自己 然后这么去外面了 我也希望 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更加的优秀 更加的厉害 知道吧 谢谢 谢谢我赫阿姨 受了这热气球 谢谢 谢谢我的好几件 对 家人们人生都有酸甜苦辣辣 有意乏丰盛 对不对 多吃一点苦 才会让人成长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小五哥 现在他想选择 另外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可以 多多的支持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我哥这边 他给我 他给我说 对吧 阿伟 我现在 比如说我想回来了 没有路费了 或者 但是他没有给我 开口的期望下 我也不会去 就是给他想办法 因为我觉得 对吧 锻炼自己 如果说他那边 会的多么的好 也是我也希望他 对吧 那种 我希望他就是 呃 锻炼自己 就是让 让自己知道啊 这个很多东西 该怎么样去走 对吧 很多东西 怎么要去那种 锻炼自己嘛 就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 知道吧 啊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不能就是说 跟 跟 两兄弟也好 或者就是 身边朋友也好 我们可以就是 跟彼此 建议 但是不能去阻挡 他的选择的路 知道吧 对吧 你每个人 锻炼都是有限的 每个人 选择的路 也是自己的想法 你 你去 走这条路 我去打住你的路 我说 哎 他 他说他去 就是走这么一条路 我说不要去走 对吧 不要去走 万一我打下来了 他后悔了 怎么办 对吧 谢谢我贺阿姨 收莱的热气球 谢谢 谢谢我的好姐姐 所以说呢 很多 很多方面啊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也不希望 任何人打我的路线 我想走的路线 我会勇敢的去走 成不成功是人生的经历 对吧 嗯 所以说呢 就是我哥那边 对吧 如果他觉得 外面不好走了 他想回来 怎么样 他跟我说 我都会那个的 但是呢 就是 让他去体验一下 好吧 谢谢啊 谢谢粉丝家们直播 还有两千多人 我这边呢 嗯 我也要下播了 然后现在就 明天我联系一下 加级啊 联系一下加级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然后呢 事情那边 就是我这边 比如我这边冲动 影响不了他那边的时候 我就 开始那个了 知道吧 开始行动了 啊 我现在呢 就是怕 我这边一冲动 就把加级那边搞砸了 我 我怕 会影响到他那边 我就不想跟 对我这么好的姐姐 贴来麻烦 说实话 因为加级里妹知道 她对我阿伟 是无话可说的 知道吧 包括我跟二妹集会的时候 她也亲自来到现场 而且 她没给我收的这些礼物啊 对吧 真的是 很那个 知道吧 但是我 我真的 我不想给她们贴麻烦 知道吧 啊 因为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的事情 跟加级 添加了一些工作上的麻烦 我真的心里会很 很过意不去的 我会 我会很对不起 她的加约 所以我 我 我冲动的头是 我会想 想到 我会保护好我身边的 亲戚朋友 我再去冲动 知道吧 我个人 我觉得无所谓 对吧 哪怕我 哪怕我一无所谓 我都 不怕冲突再来的勇气 知道吧 对 我一种平时压力比较大的 加约 但是你看下他们这种手段 说实话 我怕到时候他们 我这边一程度他们那边 搞了加级什么的 然后到时候 加级那边就很难做 很为难 然后我就那种 所以说我先 经过这两天 加级昨天晚上也说了 他会去线 线下就是 了解清楚 到底怎么一个回事 对吧 然后我这边呢 我也 今天我也 第一 人家也没有在那个公司 第二呢 我也没有跟着去 追追追追为这个事情 我想冷静一下 然后今天晚上 值个包 跟加尔玛也了解一下 沟透一下 也提大家的看法 对吧 也让加级 现在下行的了解一下 不要冲动 对吧 不要 事情 我们会那个的 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办的 但是这件事情 不是说一两天 或者一两句话 就能解决的 知道吧 我们会相信的 就是去 就是把它安排好 知道吧 大家 支持我说的这些话题吧 支持我的 我的看法 和我的做法吧 支持的话 打两个字支持 打两个字支持 平时你们感觉 我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 或者说话那种 但是关键时刻 就是关键时刻 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会冷静下来的 我冲动 只会对我自己冲动 对我自己就是发脾气 对 哪怕事情不是我的错 我也只会在我自己身上找原因 知道吗 但是这种事情 对吧 关键时刻是需要通过这里去想 通过这里去解决好 而不是冲动一下 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 所以很多粉丝们对我的看点 他们觉得阿伟 阿伟比较弱 阿伟对吧 胆子小 耗着就是对吧 太没有底气了 怎么样 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子的 对吧 我是考虑很多方面 而不是那对吧 那什么场面我没有见过嘛 对不对 这种事情 我扎着有你的地方 我肯定是那种的 但是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知道吧 这样只会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到时候大家都很难看 其实很多叔叔阿姨 也是不了解为总的 为总这个人 其实他平时还是比较聪明的 我告诉你 就是他想的想法也比较好 而且他刚刚也说 他不会给自己发皮 就是给别人发脾气 他只会自己发脾气的那种人 而且他对身边的人 我都说过一句话 他对得起所有的人 包括员工 然后就是朋友那些 都是这样 谢谢贺姨 谢谢 其实我一种 并不是像你们说的 那么软弱那些啥 他有他的想法和顾忌 他会考虑很多层面 但你们有些时候提的意见 就太片面了 打包这里面 对 就是说小泥叔的这个点 就是说 平时 就像我甩东西干嘛 这些 就是哪怕我把气 发在这个东西上面 或者自己身上 我都不会就对别人 发到别人身上 因为事情我觉得 发到别人身上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知道吧 只是我觉得这段 可能是自己听发生的 这个事 然后你们对我一种 可能有一点偏见 觉得他软弱什么的 其实没有 他不是这样 因为你们看到的事情 只是说看见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作为你们 要怎么样去处理 但是他不同 他会顾及很多方面 第一就是爸爸妈妈 然后公司 以及我们那些利益 找些找吧 他会考虑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就说 他压力比较大 生活工作家庭 所有的都在他身上 所以说他有些时候想的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用你去扶人 但我们就 没有那么冷静的 去考虑了些问题 包括叔叔阿姨 有些时候就太片面了 我就觉得 那个人出来 他就是坏人 我就要去找他怎么样 但是你们换位思考 站在伟总这个角度想 他毕竟身份在这里 他会全方面的去考虑一些 综合考虑一些这些问题 所以说大家不要对阿伟有误解 知道吗 家伙们 不要对他有误解 对 所以说你们说阿伟不冷静 你们错了 其实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比谁都还要冷静 不像我们这种 就是没有任何顾虑的那种 知道吗 所以说我就说很多叔叔阿姨 其实还是不太了解阿伟的 即使说你们看了他很多年直播 可能对他的那个就是了解的很少 这个样子 知道吗 对对对 对我想带刚刚去吃点东西好吧 你在这里跟他们聊会儿天 好 对我们先吃点东西 你们跟围组聊一聊 你小妮她说带你去吃点东西 吃点啥我们去 我们三个 你看你今天下午一天 一下午也没吃饭 对我们俩去逛 那个现在9点 事还没关门 我们逛一下 走吧 家伙们你们放心 那为什么 找你是处理好 这几天公司老师不用担心 有我在啊 公司老师这边有 所以说你们不要天天叫到什么公司公司 他还有人呢 对不对 那你聊 我们真的吃点东西 你要不要吃 你带我妈去 不用不用 我跟粉丝们聊一下心理话吧 可以 这两天也没有阿兮兮的跟粉丝们聊过天 对 那你自己聊 我们吃了回去了就不管你了 好 那你后面回聊 好 行